各位师长,各位同修大德,请翻开经文425页第七行开始。 我们先看一段经文。 若为大水俗飘,晨曦名号,既得遣除。 若有不千万亿众生,为求金银流离车举马脑,山湖湖泊珍珠等宝。 翻过来,如于大海,夹是黑风,垂起船舶,飘脱罗茶鬼国。 其中若有乃之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字,施诸仁等,皆得解脱罗戳之那。 于是音乐名,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 救苦救难呢,这里正是讲这个灾难。灾难在这一部经里面,是讲这个七种灾难。 七种灾难。 七种灾难不过是,举这个七种例子而已。 实际上,众生的所是灾难呢,多得数都数不清的。 所以前面,把这个七种灾难,火灾,我们已经研究过了。 我们刚才念的是水灾。水灾的灾难,我们先看看。 若为大水所飘,就是叫那个众生啊,被这个大水淹起来,把这飘。 那么这时候呀,呈其名号,众生要呈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既得浅出。 那么这时候,就能够得到浅出。 其中灾难,就是灾难有这个浅有生的。 比如说这个火灾。 比如说这个火灾。 火灾呀,从地狱那里起来,到那个渝界天, 渝界天的六渝天呢,都受灾。 水灾呢,那么水灾呢,也是从地狱到三界的这个顶,最顶的, 火灾,叫做非相非相逐,那个空解天的最高的一层天,水灾。 风哉啊,那就是更广了,风哉也是从这个地狱到等觉菩萨接受到这个灾难。 这个不是风哉了,就是这个火,起火造业收煲这三种啊。 爆呢是古爆,古爆的这个火灾啊,从地狱到狱阶天,以至于这个色阶的到这个禅天。 水灾呢,那就是讲到业爆了,业爆的啊,就是恶业的啊,恶业的这个灾难呢,从地狱到三界的飞翔飞翔出天。 火也苦,那么火爆呢,从地狱到等觉菩萨,三种的这个火也苦的灾难的起,起源的。 到了等觉菩萨,可想而知啊,生问,圆觉,都要受这个灾难。 那么等觉菩萨以下那些菩萨的地位,都要受这个灾难。 为什么到等觉菩萨呢? 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名还存在。 有一品身相无名的话,那就是有火,有火就要受报应的。 所以啊,还没有成佛,就算到等觉那个菩萨,还是有报。 这是,讲这个,起火,造业,受报,火也苦这三种灾难的来源。 那么现在讲的这个七灾的火灾已经讲过了。 火灾讲过就是水灾。 水灾能够飘这个为大水手飘啊,一成菩萨名号啊,就能得到浅出。 它为什么能够得到浅出呢? 这个要了解,这个到浅出的这个原因。 把原因,把原因找出来以后啊,才知道,有的你观世音菩萨上好,灾难就能够消灭掉了。 有的众生呢,遇到灾难啊,虽然你观世音菩萨上好啊,灾难没有消灭。 这个当中啊,有这个,一个是懂得这个灾难怎么起来的这个原因。 因呢,就是不明了灾难从哪里起来的,这个时候它虽然是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得不到感应。 所以啊,没有能够消灾。 这个水的灾难,也就是跟前面虎的灾难一样。 水的灾难呢? 水的灾难呢,配合这个三种啊,起火造业寿宝啊。 果报水,从地狱到了二参天。 喝水。 碳润水,同三参天。 饭难水,同九参天噗水。 这是这个配合这个,起火造业寿宝。 那么这里前面将火灾消灭 现在将这个水灾消灭 水灾消灭把灾消灭的 那就是说众生被大水漂 漂到哪里不知道啊 只要成菩萨名号就能到了前处 到前处就不会被淹死了 那么这是水啊 遇到这个水灾的时候 念菩萨名号就能把灾消灭掉 那么这里讲那个 其中灾难呢 怎么来的呢 前面讲的 只要一心成名 观世音菩萨 即是观他的音 皆得解脱 那么这样这个 其中灾难呢 就是没有得到解脱的 才有这些灾难 受这个其中灾难呢 这是涵盖一切的灾难了 就是因为没有得到解脱 才有这些灾难呢 我们从 知道这是从凡夫众生 到这个菩萨 和大菩萨 这个灾难呢 都要受的 要受的时候 要知道啊 受这个灾难呢 就是由于自己过去啊 造的这个业 这个灾难是果 造这个业了 造这个恶业 这些灾难 才受的苦 那么这个 这里讲七种灾难是哪一种业造的呢?是口业造的。 我们众生这一生造的口业很多,就算是学佛的人在这一生没有造口业, 但是在没有修佛之前造的口业也多。 再讲到过去生,过去生生世世的, 那我们这个生命往前面推算多得很, 那造的口业简直是没办法计算。 所以在这里,这个七种灾难是口业的。 口业造的现在要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观世音菩萨名号, 观世音菩萨已经是成佛的人了, 现在是在西方帮助阿弥陀佛到各世界来教化众生, 也就是接引众生到极乐世界去。 那么所以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就等于佛的名号。 我们众生过去有口业, 现在用这个口来称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那么这一称名号的时候,我们的口不称菩萨名号的时候, 我们的口不清净的。 我们的口不清净的。 我们的口不清净, 跟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一相应, 就能够把这个灾难消灭掉了。 念观世音菩萨名号自己的经验起来, 跟菩萨名号相应, 可以把这个灾难消掉。 但是这个自己的这个起来, 然后念菩萨名号这个口业才能够清净。 如果连灾难起来, 如果连灾难起来的这个都不知道, 从哪里起来都不知道。 那这个他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啊, 那不是清净的口业, 而是杂乱的口业。 你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啊,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用处, 有用处。 那么天台宗祖师讲啊, 这个用处啊, 不能够很明显把眼前的灾难消掉, 只能够给他种种未来的得救的善根。 是这么说的。 那么要念眼前, 要把眼前的灾难能够消灭啊, 那这个念观世音菩萨名号这个口业, 也懂得, 懂得这个原理。 懂得这个原理之后啊, 最重要的是, 灾难还没有来的时候, 就要念观世音菩萨名号。 这个灾难还没有来的时候啊, 就念呢, 也懂得这个原理啊, 他这个口, 用口, 转业。 是这个道理。 但是你要知道, 要想口能转业啊, 转是在这个业, 业果没有来的时候啊, 能够转啊。 业果已经来的时候, 那已经是, 已经是果了, 结了果了。 你说火灾, 火就烧起来了, 那是苦果已经到了。 谁在的话, 谁已经把, 受灾的人把它飘起来了。 那个果已经信, 已经成就了。 这个灾难的啊, 那个口业, 那个, 甚至于都不知道, 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啊。 就是念的话, 那口业也没有清净啊。 所以这时候, 那么, 念观世音菩萨名号, 要在这个灾难, 也就是苦果没有, 没有来之前, 要知道念观世音菩萨名号。 这个时候啊, 什么道理呢? 未来之前, 就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啊, 接触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把自己的心中烦恼的种子, 造业的种子, 造业的种子, 把它扶下去。 自信中的烦恼种子是什么呢? 火有火的种子, 水有水的种子, 风有风的种子。 这些种子啊, 没有起现性的时候, 就是在自己的这个, 第八诗的, 在第八诗里面啊, 寒藏在那里, 就潜伏在那里。 那么平常念观世音菩萨名号, 就是使自己第八诗里面那些, 藏着那些水和风啊, 这些种子啊, 不让它起现性。 所以在未受这些灾难结果的时候啊, 平常就念啊, 平常念的就是, 苦烦恼。 平常念这个苦的烦恼, 那个果啊, 就不会起来的。 是有这个原理。 那么, 果起来的时候啊, 在一般人看起来是火, 所以这是, 这些灾难啊。 只要, 懂得念观世音菩萨名号的人, 他也懂得这个道理的时候, 平常呢, 这个, 把自己的这些种子, 扶着住啊, 扶得有功夫了。 遇到这个灾难的时候啊, 他很容易, 。 明号一提起来, 自己的口业就是清净的。 那个, 立刻, 明号一提起来的话, 那个, 这个灾难, 立刻就消掉。 下面第三种灾难, 就是疯灾。 那么在这个金本子里面, 它, 这个把它标, 把它标明出来了, 就鲁刹难。 鲁刹难啊, 就是在疯难之中的。 因为这个灾难呢, 因为这个灾难呢, 有主要的灾难, 主要灾难, 它有附带的灾难。 这个鲁刹难呢, 就是疯难的, 疯灾带来的呀, 附带的灾难。 下篇经文就说了, 若有百千万亿众生, 这众生多啊, 为求金银流利, 车躯, 马脑, 山湖, 谷泊, 珍珠, 等宝。 为了求这些宝物, 如于大海, 那么就到大海里面去。 假使, 这个翻过来, 黑风, 吹起船房, 瓢渡落叉鬼国。 那么这个, 那么这个, 经文说, 若有, 这就是, 释迦牟尼佛, 就讲啊, 是若有百千万亿的众生, 那么多众生。 为了呢, 要求金银流利, 车躯, 马脑, 山湖, 湖泊, 珍珠, 这些宝物, 这些宝物, 把它, 这个, 简单的, 要是七种宝, 分开的, 要呢, 就多了。 简单的是, 这个七种宝啊, 做一个, 举这个例子而已。 这些宝呢, 这个, 当然不完全在海里面, 在陆地上也有。 但是, 海里面的宝, 比在陆地上宝啊, 多得多。 所以, 这些众生, 为了这个, 求了很多很多的宝啊, 就, 到大海上去, 在海里面去。 大海里去, 在家室, 家室呢, 黑风吹起船舶。 船舶呢, 黑风啊, 那个风啊, 那个风啊, 海上那个, 是不是叫黑风啊, 那个风啊, 那个风啊, 那个风一起来, 人家眼睛看不见了, 都是黑暗的, 入到那个黑暗的风, 一吹起来, 吹起船舶, 船舶呢, 大船, 大的船, 叫做这个船。 那么这个, 房呢, 是, 是, 单独的讲, 那么, 也是, 叫做, 船。 在这里, 讲这个房啊, 它是一个, 双兵的, 两只大船, 把它兵在一起, 叫做房。 可是, 在这个经文里边呢, 船舶, 当一个名词来看, 就是, 就是, 大船呢, 这个, 这些, 这些众生, 到海上去, 这个, 去, 寻求这些, 这些, 这些宝。 遇到这个黑风啊, 把这个大船呢, 把这个大船呢, 就像那个, 双兵的这个船呢, 把它吹了。 吹到哪里, 因为是黑风吹啊, 那么, 在船上的这些众生啊, 眼都看不见呢, 究竟把它吹到哪里去, 他也不知道。 所以呢, 结果吹到呢, 飘渡落叉鬼谷。 飘是在水上这个飘浮啊, 飘浮在眼睛也看不见, 自己也不知道把这个舟啊, 这个船啊, 不知道操纵了, 就忍住这个船啊, 被这风啊, 吹。 吹一吹一多啊, 吹到鲁叉鬼谷。 一到鲁叉鬼谷, 这个鲁叉鬼啊, 是鬼里当中的一种。 它这个鬼啊, 是叫吃人的鬼。 吃人的鬼啊, 是, 是居在这个大海之中。 它在大海之中, 它是着门吃人的。 所以这个船呢, 飘到鲁叉鬼谷的那个范围啊, 就渡下去了。 渡到这个鲁叉鬼谷去。 你渡这个船呢, 渡到, 渡到, 渡到这个鲁叉鬼谷, 哪个危险呢? 马上就可以, 就被这个鲁叉鬼谷的这些鲁叉, 就会被它吃掉了。 就在这个时候, 其中, 若有乃至一人, 成观世音菩萨明知, 是诸人等, 解脱鲁叉之难。 就是说, 这个, 渡到鲁叉鬼谷的这些众生啊, 他们本来是要在海上来寻求各种宝啊。 没想到, 被黑风吹一刀, 吹到鲁叉鬼谷, 渡到这个鬼谷来了。 这个其中, 这些众生在传上的呀, 这些众生啊, 乃至一人, 若有乃至一人呢, 这一句啊, 里面是, 省了很多, 意思说, 其中在这些众生之中啊, 这床上的呀, 床上读到鲁叉鬼谷这些众生啊, 若有, 若有几个人, 或有多数人, 不一定的, 甚至有到只有一个人, 乃至就是说, 有多数知道念观世音菩萨明的, 或者呢, 没有多人, 甚至只有一个人, 知道念观世音菩萨明的, 所以啊, 乃至一人能够知道成, 或者那里就是念观世音菩萨明了, 成名就是念观世音菩萨明了, 是诸人等, 诸人就指的其他的, 没有念观世音菩萨明的人, 觉得解脱, 都能够解脱, 就是螺察鬼谷这个灾难。 虽然, 我们要稍微研究一下, 乃至义人啊, 指的是一个人啊。 读到到螺察鬼谷, 那个床上人很多啊, 其中也许有几位 不止一个人念念观念菩萨 就算只有一个人念 一个人念观念菩萨名 那整个一传的那些人 都能够解脱卢查之难 为什么一个人念 那么多人 能够得到解脱这个灾难呢 这个过去 我们老师啊 学路老人就讲了 众生造业 受报 有供业 有不供业 供业 造成以后 就要共同的感受 感受这个 灾难 苦报 供业供受啊 供业供受啊 现在是整体的 堕落的这个 这个落差鬼国了 那么这样看起来 这个一传的过去 都是造这个 这个灾难呢 现在就是 共同的 堕落这个 这个鬼国来了 要受这个 供业造成的苦报啊 那么这一个人 能够念观音菩萨的人 其余 虽然不知道 念观音菩萨命的 他 或许 也许 有他的 这个 有善业 能够 知道 念观音菩萨 名号的 是善业 其限性的 受这个 罗插 鬼国 这个灾难 是 恶业要 起限性的 这些人 当然 过去都是 共同造的恶业 就是共业了 造的这个 共同的这个业了 现在呢 虽然只有一个人 知道 念 明 念 菩萨 明 这一个人的 善业 起了限性 其余的呀 那个 不知道 念 观音 明号的人呢 这一生 没有 必然 这个 邪露老师家呢 必然在 前生 是造了 善业 所以 在这个时候啊 有一人 用口来 称 观音菩萨 名号 一人 善业 就引起 多人 过去 做的善业 一起 起限性 那么 这就是 共同的 感应 观音菩萨 来 救济 观音菩萨 这个名号 是不合思议的 他的名号 就跟佛的名号 一样啊 所以 一人成名 多人 善业都起 起限性呢 就感应到 这个 观音菩萨 来 来 来救 这些 这些苦难 念 观音菩萨 得到 观音菩萨 来 救 这个苦难 这是 具这个 这个 事情啊 这个 能够 得到 这个 灾难的呀 这种 益处 多得很 那么 过去 把 这个 这些 灭 灾难的 那些 那些 故事啊 在这个 经的 后面 看在的 不少 那么 这个 那些 故事啊 当然 我们 有时间 看看 是 是 很好的 增加 我们 对于 念 观音菩萨 名号的 信心 但是 在 经的 这个 祖师 注解 把这个 理 这个 道理 讲清楚 更重要 因为 明了 这个道理呀 然后 才 啃 平时啊 就 念 观音菩萨 名了 所以 在这个 刚才 跟各位 讲这个 这个道理呀 非常重要 这个经文 都是一体万用啊 这里 讲的是 罗刹呢 是 风呢 是在 海上 那么 以这个 观音菩萨 就这种 难呢 我们 修 菩萨 道理 也 知道 这个 因缘 重要 后面 讲的 以示 因缘 名 观世音 以这个 因缘 叫做 观世音 那么 我们 在这个 世间 众生 受的灾难 不仅仅是在 坐船 在海上 遇到 这种 难 其他的 灾难 很多 你说 坐飞机 坐这个 其他的 交通工具 坐飞机 是在空中 坐 其他的 工具 是在 陆地上 如果 那么 一个 新菩萨道的人 他在 研究 这一条 观世音菩萨 就 这个 路撒 就 这个 风 这个 灾难 那么 这个 菩萨 新菩萨道的人 他坐飞机 一上飞机 他就可以 念念过世音菩萨 名号 说不定 这个 飞机 会不会 发生在那 凡夫 众生 不知道 不管 知道 不知道 你是 新菩萨道的人 那么 你一上飞机 就念念过世音 菩萨 名号 说不定 原来 原来又在那 因为你这一年 生号啊 就把在那 免掉了 消除掉了 做其他的 消除工具 也是这样 这 一则 是 转 工业 一则 就是训练 自己平时 就要 养成习惯 那 就要 念过世音菩萨 名号 那么 再看看 这里边讲 求这个 金银 流利 车局 等等 这些 珍宝 这些 珍宝 珍宝 代表 世家 众生 所求的 一切的 他们认为是 可贵的 可贵的 东西 这是 所代表的 世家 众生 追求 名 名 也是 追求名 的人 他也把 这个名 那些虚名 也当作 最 最宝贵的 利 那些权利 那些权利 虽然不是金银流利 在求这个权利的人 他也把它 看得像 看得像 这个 最 最可贵的珍宝 是一样的 一样的东西 这些 求金银 等等 这个 七宝 它是冒险 到海上去 推广的来讲 在世间 跟人家 争民 多利的话 都是冒险的 为了争民 多利 就冒了 很多的危险 他自己 不知道 然后 也 逗了 去了 第二次 逗了 这个 楼叉 鬼国 去了 楼叉 那鬼国是代表 代表那些 山徒里面那些 那些最苦的 那这个地区 所以这样也想起来 凡是求名求利 冒着那些 危险 一般叫 风险 冒着那些 风险 后果 都是很恐怕的 那么 只要 这些人 他知道 念 观世音 不得名的 当下 来着冒风险 来 真名 多利 包括这个 求这个 世家 这些 财宝 心里就淡了 心里就 凉 就是 凉下来 不那么 这个 热重了 心里 心里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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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下来的话 这个时候 他就 能够避免 这些灾难 这个 这个 罗沙 灾难 就是 诸解 他把他 这个灾难 分成 层次啊 不同的 罗沙 这个灾难啊 这个 古堡的 罗沙 在 玉解 三夜 就是 他在 玉解 二夜的 罗沙 遍三夜 玉解 四夜 五色夜 这个 烦恼的 罗沙 通九夜 你看看 这个罗沙 范围 多广啊 罗沙 在那 是 疯的 在那 附带的 讲到 风的 在那 也是啊 国宝 这个 到了 三餐县 二夜 风是 偏了 三夜 三夜 都有 二夜 风 梵 老风呢 通 九夜 从 地狱 到这个 三夜 三夜 以及九夜 不同的原因 就是 由于啊 众生 他这个 作业的程度 以及 这个 修持的 功夫 有钱 有身 不想等 所以啊 这个 叫那个 众生的 根基 菩萨 来这个 来应 这个基 根基 不同 那么 菩萨 来个 来个 应基的呀 也有 这个 不同的 后面 这一句 一是 因缘 明 观世音 一是 就是叫 上面 所讲的 一人称 观世音 众人都能得到解救 于这个 因缘呢 图的 名字叫 观世音 经文讲 一是 因缘呢 只叫 那因缘为止 因缘 讲的 因果 讲文权 叫因缘果 这里 只叫 因缘 那就是 我们老师 讲的话 在没有结果之前 就要念 菩萨 名号 所以这是 讲 因缘 那么 整体讲 因缘 果 非常 重要 不明了 因缘 果 不相信 因缘 果 那 灾难 就会有的 过去 有位大师 就是 百丈 大智禅师 这位 这个 大智禅师 在讲经的时候 有位的老人家 在听经 听经 听过来呀 他就跟这个 大智禅师 讲了 他说 过去 有人问他 大修行人 有没有因果呢 这位老人家 讲啊 我答复他 大修行人 不乐 因果啊 不乐 因果 就是 就 不讲因果了 乐就是 乐到因果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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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上面来 就因为 大夫人家 大夫错了 他堕落 野狐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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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堕落 多数十五了 现在在问 百丈禅师 跟他说 你照原来 那个人 问你的 你再问我一遍 他就 按照来问 大修行人 很多 因果 佛 非常禅师 我给你 下一个 转语 不美 因果 不乐 因果 讲不乐 因果 就变成 野狐身 就成为 野狐禅 不美 英国 就 转过来了 那位老人 原来是 虎 变成 人 在 天经 就因为 百丈禅师 给他一转鱼 解脱了 他说 第二天 你在后山看看 我 把这个 把我 这个 这个 遗体 用 虎化 后来呢 北战禅师 到后山 你看呢 果然 是一个狐狸 死在那里 他就用 这个 用火化 按照 这个 佛家 这个制度 把他火化 从这个 故事里面 知道 因果 要相信 这一段 讲得很明显的 就是讲 因缘古 我们今天 就到这里为止 优优独播剧场——C